再來關注一些社會正能量 在今日中午的12點 在廣州鹿井路190公交車站 有一個76歲的婆婆被捲入到公交車底 老人見到這樣馬上上前幫手 將近100個市民一起抬起一部車來救人 到底這個婆婆最後可不可以得救呢? 一起看看 公交車的兩側都圍滿了市民 一側的市民在推 所以另一側的市民就用力 大家齊心協力 為的是解救被壓在輪胎下面的一名婆婆 今日中午12點多 廣州鹿井路190公交車站 一名76歲的婆婆 不小心被捲入公交車底 老人見葬之後紛紛出手傷狗 近百人一起合力抬起公交車 最終婆婆被成功救出 醫護人員馬上上前對其進行救治 經過檢查 婆婆除了手臂骨折 頭皮擦傷之外並沒有大礙 頭皮整塊脫掉了 縫了針 內臟出血暫時未見到明顯出血 現場醫生介紹 將婆婆暫時沒有生命危險 由於擔心會有持發性出血 婆婆還需要在搶救室留院觀察治療 至少兩三日可能會有生命危險 就是一個內臟的持發出血 或一腦的持發出血 有一個傷口的感染 路人發現婆婆被捲入車底之後 原本想將婆婆在車底裡拖出來 但由於婆婆的頭髮和衣服都被車壓著 不能動 好在大家一起合力 將公交車的駕駛膝一側抬起身 婆婆最終得救 整個抬車救人過程遲續了15分鐘 這場過百人合力抬車救婆婆的壯舉 值得大家點讚